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件好事 来不及 喂 小慈 不好意思 我刚才手机没电了 沈涵 小慈 你现在在哪里啊 你到底怎么了 你告诉我地主我过来找你 我去找你 怎么了 是你朋友吗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吧 嗯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吧 谢谢你救了我 没事 那那走吧 小慈 你刚开始的时候说的 在你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你的那个人 就是他吗 嗯 嗯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早就淹死在河里了 哎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也许你有很多反省 除了说不应该自杀这个显而易见的事情 我想婚姻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确实也不是你的先生他一个人的问题 可是我为我老公付出了全部 可他呢 在外面找女人 把我赶出家门 在别的女人面前羞辱我 难不成 还要我检讨自己 向他道歉吗 是的小慈 我觉得我必须说真话 你应该反省和检讨自己 不仅是为了你的老公 也为了你自己 最应该道歉的是你自己 爱情不会因为感动而善终 家庭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 永远的忍让而圆满 所以当你指责你的丈夫 他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直地一再地去宽容忍让 一直不去所谓计较这件事情 不愿意站出来面对这件事情 这样的态度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我知道 是我一直看不清 我妈跟我朋友她们早就看清了 但我就固执地不肯承认 你说什么 欧萍要和你离婚 她有什么资格跟你说离婚啊 叶小慈 我记得你上次来找我哭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俩第一次怀孕的时候你来找我哭 说她妈妈生病了怀的不是时候 你就去把孩子打了 可后来又怀了 就是因为欧萍说她不想要孩子 你又去把孩子打了 这些我都记得 是你陪我去医院做的手术 是你照顾我 都是我的错 可不应该一次次地原谅她 那你也应该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你要是再去找欧萍 就别再联系我了 结果 结果你就真不联系我了呀 沈涵 我这没脸联系你 叶小慈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知不知道我跟你妈为了心疼你 为你操作了心 可你怎么那么不心疼你自己呢 欧萍就是个混蛋 你还就想死心塌地的 是 是我贱 是我傻 是我活该 你每次都是这样的 先是找我哭 然后说自己很懊恼 然后说自己很悔恨 可每次当你情绪发泄完了 你就又回去找欧萍了 你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你是不是该有点长进了呀 这次不一样 欧萍她都把情人直接带回家了 她要和我离婚 还把我赶出了家 她凭什么赶你 那房子可是你们婚后买的 你不会赶她吗 没用的 我兜不过她 怎么会兜不过呢 我来给你当律师 咱们可以告她 让她净身出户 让她把欠你的一份印号 全部都还给你 你不会还想跟她复合吧 不是的 我签了婚前协议 如果离婚了 我一分钱都资不到 什么你跟她签什么婚前协议啊 你和她结婚的时候她有什么呀 你是知道的 当初我妈让她办婚礼 她为了这事没少跟我吵架 她就想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爱她在嫁给她 叶巧思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她这明摆的就是一分钱不花 找一个佣人照顾她们全家 怎么就这么傻呀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不说了啊 咱们不说了 离了也好 咱们还年轻 纠缘还多 以后什么都会好的啊 你怎么做到的 这可是张总最大的客户了 这可是我们的东风啊 有了她 我们的新公司就可以高整无忧了 雪儿 你真的是我的宝 有了你 我变得好顺 阿平 去哪个宝串 快点快 看看 明人不说暗话 这几年 你在外面干的那些 吃里怕外的事情 就算我看错了人 从今以后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不过这次 我的客户 你必须要给我还回来 张总 您气糊涂了吧 客户保不住 你应该去找投标负责人了 我一个市场总监 这件事我可管不了 呸 你这个没良心的狗 要不是我的提拔 您来有今天 请你离开 你再不走我就叫宝寒了 行 行 阿平 你 你等着 总有一天 有你跪了求我的时候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一直都很小心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不 那部分没弄清楚的账 还是先不要转到新公司了 得先还还 那你打算转移到哪儿 要不要我在财务上 帮你过过手 我 我的雪儿 你就别费那么多心了 就安心做我的新娘吧 欧萍 我不是叶小慈 不是你哄哄就能过去的 算了 我也不为难你 枉费我花费心思 去给你拢张总 偷税漏税的证据 什么 真的 原本我想给你做护身符的 现在看来我自作多情呢 哎呀 雪儿 我错了 你真是我欧萍的大福星啊 就你长了张好嘴 光会说 谁说的 我这就给我的老婆做饭去 好 赶快吃 吃完了咱们商量一下 这离婚关子怎么打 我不想吃 哎 叶小慈 我收容你可不是看你来自己在这里颓废的 你要不就给我好好振作起来 要不你就到别处去做见你自己 别让我看心烦哦 哎呀 你以为我离婚的时候是欢天喜地的吗 我也是一天天熬过来的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熬 我真的想不通 欧萍她为什么那么狠心 你这不就死到牛角尖了吗 转移注意力你知道吧 咱们就想点开心的事 这样这样 你既然来我家了 就要听我的 咱们先好好吃饭 先吃点这个 然后再吃点气血合胶囊 女人呀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跟你从来就不一样 你一直都比我坚强 比我独立 而且 你还有乐乐 你应该庆幸你和欧萍还没有孩子 你知道我因人带着乐乐 一个单身妈妈过得有多难吗 可是至少你还有一个人需要你 不像我 什么都没有 你以为我好过吗 我丈夫刚让他训酒 乐乐事情他从来没有操心过 我们离婚之后 从来没有给过一分钱的费养费 全都是我一个人承担的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这有什么好说的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 如果不是实在过不下去了 我也不会离婚的 沈横 对不起 我总是给你找麻烦 你们家发生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你别这样 我跟你说这些呢 就只是想让你知道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你不是最惨的 沈横 我不是一个正直的朋友 好了好了好了 你放心啊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还有我 还有你妈 还有你干女儿 我们都会对你好的 这怎么哭得更凶了呢 听到沈横提起妈妈 我真的是眼泪止都止不住 为了何光平结婚 我和我妈闹得差不多 断绝母女关系 我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我妈 你说得对 我妈这一生都在为我操劳 我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去世了 是我妈一手把我带大的 为了我 他真的命个可以豁出去 你是谁啊 谁啊 保姆吗 老太太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来了 小慈 我女儿呢 你怎么来了 我女儿呢 叫小慈出来 她已经搬走了 什么 我能打算离婚 叶小慈的妈妈呀 怪不得那么不长眼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是谁呀 我跟你说的 你都记住了吧 还是你跟她说吧 我又不懂法律 怕下不住欧萍 欧萍 你可没良心吧 你就知道欺负我女儿 你不能躺死 妈 你没事吧 小慈 你受委屈了 你怕麻烦 妈给你撑腰 小慈了 赶紧再麻烦 从我家回欢迎你 好 欧萍 画篇说得太假了 是谁家卖威命呢 你谁呀 你个臭不要脸的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欧萍 赶紧赶他们走 欧萍你干什么 你可以欺负我 我可以忍 但是你不能这样对我妈 你还跟她客气什么 你个瞎了脸的 小慈为你受了这么多苦 你就这么报答她的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我没良心 你们母女吃我的喝我的 现在说我不要脸 我告诉你欧萍 我可从来没从你手里 拿过一分钱 小慈她是你老婆 她管你的钱怎么了 天经地义啊 小慈 你有什么委屈你就说出来 又想夺得同情 妈妈像个泼妇 女儿一点自尊都没有 我真是开了眼呢 你才没有自尊呢 阿姨 别为了这种事 跟这种人生气了 她不是要和咱们算钱吗 咱们今天就好好算算 盛寒 这是我的家事 跟你没多大关系吧 怎么没有关系 我是叶小慈的闺蜜 也是她的律师 今天这事我管定了 律师 她有资格跟我斗吗 小慈 说呀 行了别耽误时间了 小慈这种人 什么都干不成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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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 莫萍 你是不是想用婚前协议来威胁 我都问清楚了 我不怕你 婚前协议 叶小慈你傻吧 那是你自己签的 什么婚前协议 你又骗我们小慈干什么了 阿姨 你让小慈自己解决吧 我跟你结婚之后 我为了家庭放弃工作 咱们两个根本不可能分开理财 也根本不可能像婚前协议写的那样 分得那么清楚 我们两个人的财产早就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叶小慈 你又在耍赖贫呢你 你没有一点收入哪儿来的财产 谁耍赖谁装傻 你们心里清楚 就算到了法院我还是会这么说 咱们让法官看看 这个婚前协议到底有没有法律效益 还有欧萍 你在婚姻存续期间跟这个女人同居在一起 已经违法了婚姻法中 夫妻双方必须要互相忠诚的义务 你已经违法了 你觉得法官还会支持你吗 对对对 我们就让法官来评一评 把你这个狗男女公告天下 让大家都来穿得起来 你们 我就不信去写了 走走走我奉陪到底 你去告我啊 去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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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快去告我去告我去告我 去告我去告我 别吃了 跟我喝酒去 谢了六哥 我就不过去了 贾连 又结私伙了 我说你一个单身汉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给谁花呀 我挣点钱 给自己的养老啊 还不行吗 我说你这孩子 你离婚都那么多年了 叫你相亲你也不相 叫你出去喝酒你也不喝 你到底想怎样啊 六哥 我身上挺好的 你赶紧去吧 妈 你别生气了 气坏身体了 你别叫我妈 我受不起 你闹离婚我是最后一个知道 你干脆别让我知道 我还省心了 我那天给你打电话了 你还怪我了 你说你这几年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还不准我有脾气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阿姨 你就别替她说话了 你都不知道阿姨这几年 为了这个不孝女 真的是操碎了心 妈 我知道错了 知道 你知道个屁啊 你是被她骗了个彻底 现在没得利用了 不要了扔了 你才知道错 完了 还签什么婚前协议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我傻 我没出息 我要是死了 倒也干净 小慈 你怎么这么傻啊你 你是想要我的命吗 阿姨 你就别说她了 她被赶出来的那天 差点就跳河了 爸 对不起 我让你伤心了 你呀 阿姨 你别着急 小慈她知道错了 她那天说 她以后再也不那样了 就算是为了您 她都不那样了啊 小慈 妈 妈 对不起 我又让你伤心了 我现在也后悔 我当初没有听你的 你怎么这么命苦啊 遇见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要是妈 那一天腿一灯走了 谁来照顾你啊 没事呢 没事 阿姨 其实小慈和欧平约了婚 其实是件好事 你看我一个人带着女儿 不也过得好好的吗 我相信小慈也会越来越好的 你就别骗阿姨了 一个女人一个人带着孩子 有多难熬 阿姨都知道 不行 阿姨就是拼了这个老命 也要为小慈讨个功吧 妈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 我就想好好地孝顺你 阿姨 这种离婚官司 其实是很难打的 账干耗着也不是办法 官司要打 日子也要继续过呀 好 阿姨都听你的 那 咱们就一起去绝乐乐吧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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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吗 奶奶 你别让干妈八小 我 明天班過來取 好不好 好好好 好 好好 好 那可以真乖 小 się 娘娘怎么這麼狠心啊 我要回家 人家说 夫妻能够共换了 你 你就不换老子了 小慈呀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先找一份工作 先把自己养活了 就是 你呀 应该多跟沈涵学学 也该多长进了 乐乐 咱们要到家了 奶奶 妈妈说过 做比较是不对的 干妈今天会伤心的 乐乐说得对 奶奶啊 知错了 知错就改 走 走 回家 走 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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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